刚看到的时候真的完全无法接受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他们是谁启发他们 而且他们还给装睡 隐隐约一直听到 接受气受的声音 然后下去楼下他们在洗手 我想问完了 为什么他手上会有红色的颜料 歌手李星杰以艺术家身份 15号在台北举办画展 不止于静 其中有两幅画作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15岁 15岁的时候 因为你们有 没有预设他们会这么做 因为我画画这么多年 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他们是谁启发他们 而且他们还给装睡 我就以为他们睡着了 我就回房间 隐隐约一直听到 紧紧收手气受这声音 然后去到房间看不到人 下去楼下他们在洗手 我想问完了 为什么他手上会有红色的颜料 我说怎么了 他说没有啊 我妈妈没事 然后我就赶快跑 跑上楼上再看 当然刚看到的时候 真的完全无法接受 那我为了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严重性 我当然是抽骂他们一顿 但是我在骂他们的过程发现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生气 然后我就想一想你这么生气干嘛呢 因为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你的画是要去办画展的 你以后要怎么样的画又要卖什么什么的 他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他也不是故意的这样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跟这一场 我只好自己转念 所以我想说好没关系 就当作是我儿子跟我一起的创始 然后我就不修饰了 结果好多人喜欢这幅画 昨天有千千有千老师来 对 他一走进来说 哇 你有一个很大的回忽 就是那个完美中的不完美 我说不是我 是我儿子 在结束 他表示自己最初会接触画作 是因为遭逢祖母过世打击 他将祖母常穿的碎花下山融入画作里 并表示是非卖品 另外一幅的创作一切都是意外 过程中还一度让他大发脾气 没想到这幅画却是最多人最想入手的作品